提案的每位說明時間五分鐘 通過的批准的聯合國 消除對付女界刑事歧視公約第15條還有16條的規定 那同時呢 鑑於婚姻呢 係屬於憲法的制度性的保障的範疇 那以確保基本權力的這個存在跟實現呢 那法律呢 不應該單純的以性別來作為劃定保障的一個界限 而且呢102年的時候呢 國際專家 審查兩公約初次國家報告所提出的第78 79 點這個結論性意見的時候還有這個103年 國際專家在審查CITO第二次國家報告 所提出的第33點總結意見的時候呢 都指出我國缺乏法律上對於婚姻家庭多元性的認可 所以呢我們建議呢來並且建議修改民法 所以呢本習呢在這一次呢所提出的這個 民法親屬篇的一個修正呢 那最主要的就是我們知道說 我們呢對於同志的這個權利呢 當然很多人說你到底在急什麼 事實上我們知道說我們台灣的同志在1958年 他們就在爭取他們的婚姻權 所以呢已經經過了58年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我們來看看說所有同志的權利 因為我們所有的社會權都是經由婚姻建立的透過家庭制度而做福利的輸送 因此呢在婚姻沒有這個承認他們合法化之前 同志的這些的社會權 同志的這些的社會權 所以本習提出了這樣的一個民法親屬篇的一個修正的草案 那這次提出的修正草案的特點在於哪裡呢 建於本習呢在上一屆所提的這些的這個 法案以及呢 這個政立軍委員所提的版本 裡面是去把這個名詞改變 但是我們覺得說這樣子會掛一漏腕 最重要的是應該要把他的精神標出來 所以特別在971條之一在總則的地方 去規定說同性或是異性的婚姻當事人 他們去平等適用夫妻的權利義務關係 以及呢他們的這個父母子女的關係呢 都應該是要平等適用 那怎麼樣去平等適用 當然這裡最重要的就是在972條 規定說婚約應該要由這個雙方當事人來自由訂定 因為現行是規定是要男女 所以把男女去掉讓雙方當事人他們自己有來訂定 那既然能夠雙方當事人訂定 那當然訂定之後 他們兩個就是一個婚姻的關係 所以應該平等的享有婚姻的這個 這個夫妻的權利的義務關係 也應該平等的享有父母子女的關係 那父母子女的關係是經由收養來建立 因此呢在這個第900這個增定一條呢 就是對於父母對於這個所謂的 就是法院呢 他在對未成年人被收養認可的時候呢 他不可以有所歧視 那也甚至呢就是說在這個出養的時候 那出養的媒合的服務者呢 他在做出養評估報告的時候 也不可以因為他的性別性傾向 性別認同或是性別特質 等這個理由呢 而為歧視的一個對待 所以呢本席呢 用這樣的一個提罡竊領的方式呢 希望說能夠對於所有 跟同志有關的這些的權利義務 經由婚姻的合法化 讓他們能夠享有平等的 婚姻家庭的權利 他們享有平等的繼承權 享有平等的所有的社會的權利 那以上謝謝